好了, 今天就去到我們反轉課堂建網和互聯網的最後一講 先去到回憶, 我們首先知道網絡是什麼來, 有什麼好處 當中需要什麼設備 今天我們就講回, 怎樣令我的網絡可以上網了 希望大家都能夠辨識到, 如何接答互聯網的不同方法 和比較到各種互聯網接答方法的特點 首先一個很重要的Party, 就是一個叫做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沒有了它, 基本上就沒有互聯網了 它就提供到用戶和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之間的主機連接 即是你用我的Service, 你就駁到我那邊的主機 然後你透過我的主機, 就去到互聯網拿到其他東西 其實有不同種類的方式去搏的 當然當中有搏號 綜合服務數碼網絡 T再搏 而這三樣都不是很常見的 我們開始常見的就是寬頻電線 和無線的互聯網接答 這兩樣東西現在我們相對地比較常見 好了, 搏接了, 我們以前就叫做搏號 那是什麼來的, 其實就好像打電話那樣 真的好像我們打電話, 我打個號碼 以前真的這樣, 打個號碼 然後就透過電話線和 調製解調器, 希望大家記得什麼叫調製解調器 透過調製解調器和電話, 就打電話給我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即ISP 主機上 好了, 然後呢 就問他拿資料 這樣 所以一般來說, 需要配合一些搏號軟件 我們是以模擬信號去傳送 很早期的時候, 這些搏接服務 你如果要用搏接服務去到上網 你是聽不到電話的 是談不到電話的 因為是用同一條電話線 但當然後來一些技術上的改進 令到我們可以 一邊聽電話, 一邊上網 另外, 第二個就是綜合服務數碼網絡 名字好像很厲害, 其實呢 它和搏接的方式是差不多 沒什麼分別的 只不過用那部機 調製解調器 由普通調製解調器就變成一個綜合服務 因為用了這個綜合服務調製解調器下 它傳送的時候 就會用數碼訊號 當然數碼訊號的好處是 在中四的時候說過 傳送那些失真 遺失 不會遺失 可以回復 等等這些 我不在那裡多說 大家有興趣或者忘記了的話 看回中四第一冊書 所以你就看到 當中好一點 所以以前呢 以前來說, 譬如我們家用就用撥號 或者撥接 那些商業 就會用綜合服務數碼網絡 即是用ISDN OK 但現在都沒有人用了 好了, 接著用T再波 其實是電話連線線路 其實是電話連線線路的一種 也是很少人用的 現在基本上應該是沒有人用的 而我認知 T再波有很多不同級別 有T1、T2、T3 如此類推上去 一般來說, 數字越大 代表它的速度越快 但是現在都很少人用 好了, 我們說回重要的多人用 就是寬頻電線 剛才說了我們撥接的時候 是需要打電話過去的 所以我們有機會會斷線 但是你用寬頻電線的時候 就不需要做撥號 所以就永久在線 所以當時 剛剛開始出寬頻的時候 有些廣告就是 always online 即是你長時間都在線 另一個好處就是 數據和語音可以同時使用 當然 我們寬頻初期的時候 我們都在使用電話線 但是我們做到的事就是 我之前說了 就是數據和語音同時使用 我們都有很多不同款的寬頻電線 有ADSL 非對稱的數碼用戶線 對稱數碼用戶線 SDSL 電纜調製解調器 這個我猜大家認識 這個應該是上一課 還是上兩課 前兩課已經說了 好了 什麼為之非對稱數碼用戶線 其實 都在使用電話線 仍然在使用電話線 跟現在很不同 現在我們在使用的方法 不是的 不過這個就留在我課堂裡面說了 現在我們是用 現在不是的 但以前是在使用電話線 Fullman 服務也是使用電話線 都要配合調製解調器 另外 上下載的網速是不同的 你有這個基本概念 所以其實那時候 去到是1Mb 寬頻 2Mb 寬頻 8Mb 寬頻已經很厲害了 8Mb 寬頻 慢慢我們現在為何有10Mb 寬頻 因為其實技術上不同了 所以這個你留意 這是非對稱的 而非對稱是講的 上下載速度非對稱 上下載速度是不同的 好了 對稱的其實就是 Exactly 跟非對稱的一樣 用電話線 不過呢 剛才說的就是 對稱非對稱的上下載速度 所以對稱這個 SDSL 就是講的 上下載速度是相同的 但是有利必有弊 它不能夠傳送話音 即是你不可以打電話 不可以打電話 OK 好了 電纜的 調制解調器 通常有線電視網絡 傳送速度是共享的 這個已經提及了 我不再重提了 好了 其實現在傾向由有線 轉到無線的發展 其實現在傾向由有線 亦都無線上有很多不同的接達到互聯網的方法 最早期的就是一些 我們叫做GPRS 即是你手機電話上的 可能 其實這兩個都叫做2G的網絡 無線應用系統協定 WARP 現在WARP都不流行 以前特意為了WARP這個 我們的系統是要 例如網頁或者資料要寫一個 寫一個WARP的站 現在不用了 GPRS通常是2G 上網很慢 但都可以駁到互聯網 你看到當時 現在常見的就是4G 例如LTE 亦都開始5G時代 5G是一個 我猜 一個幾突破的地方 當如果5G流行的時候 我猜互聯網世界會有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當然除了這些我們 可以用數據上網之外 亦都提供WiFi的熱點 譬如你去到 馬記 接著可以駁到WiFi上網 這些都是無線網絡的方法 去到這裏希望大家知道 我們網絡不一定要駁互聯網 不過在我們現今世界來說 是必需要的 因為沒有互聯網我們會死的 所以今天我們會講了有線和無線的方法如何駁互聯網 但是這些都是一些 可能在有線上 都是講一些 比較舊式的方法 去到課堂裏面我會講一些 究竟現在應該怎樣做 至於無線上 亦都是我們沒有詳細說怎樣去做的 我們在課堂裏面也會講 詳細講究竟我們在 在我們的網絡上 怎樣駁到 令到可以上網 這個就在課堂裏面 我們去到討論 期望大家首先了解了基本的東西 我們 下次再見 拜拜